大家好,歡迎來到我的youtube頻道 超久沒有更新我的影片了 幾乎應該是有半年了 所以今天我要拍什麼content呢? 就是我要拍穿搭類的影片 因為我的風格是比較streetwear風的 所以我經常都會穿overa size的衣 看到嗎? 我們平時穿overa袋都是直接這樣子 所以今天我自己配搭了五套 就是以這個over size來搭配的服飾給你們看 第一個我配搭就是我會拿這個格子的長褲 就是來這樣子的格子長褲 然後配搭我的over size 還是不夠special對不對? 還是一樣單調 所以我就拿一個內搭上衣 這個內搭看到嗎? 它是短的 你穿在裡面 normal T-shirt 都可以放成很像hoodies這樣 ok 所以現在我就變裝給你們看 yeah 所以這個就是我的第一套 所以整個感覺會比較 我是覺得比較學生用藍黃的感覺 我配搭的鞋就是Benz的鞋 因為你看我的褲子 我是有折上來嘛 所以會看到我一點腳踝 我就會不喜歡這樣子的感覺 所以我就會配搭一個長褲在裡面 折掉我的腳踝 褲腳這裡我會折上來囉 然後整個就沒有這樣lococlococ這樣 因為有時候我們買太長的褲很像睡覺褲這樣 然後讓這個格子的設計 所以我就會折一邊上來 然後就是配這個over size的衣服囉 然後剛剛就有講到的是這個帽子 normal的over size 你再搭配這樣子的一個內搭 就會有不同的感覺喔 然後再配上一個超可愛的back 這個back是made owner的back 還有一些簡單的首飾啊 像手錶 就會帶比較運動風的G-Shop 還有這個百搭的圓圈耳環喔 所以整體感呢就是這樣 這是for第一套 ok來一段camp ok所以現在第一套完畢 介紹一下我們來第二套 第二套我會選擇比較工業風的 就是比較man style 所以我就會選擇像這樣子的 像它的設計會比較是牛仔色的 因為很多時候工業風的選擇顏色都是比較blend 很像卡奇啊青色啊 可是我就選擇工業的設計 而且顏色是牛仔的 然後再配上一個五分褲 ok 所以現在一樣讓我們換上這一套 所以這個是我的第二套 它整體感會比較有層次感 然後因為有內搭跟外搭的一個層次 所以它整個style是比較工業style的 ok 所以整個版型很好看 然後再來就是還有一個像鬆狗這樣子的帽子 因為帽子我們通常看多了 snap baga yase帽啊 還有浴服帽啊 比較少看到像這樣子的一個鬆狗帽 它完全沒有任何東西 就是一個圓圈 所以這個blend我就配搭的是一個nike 整個blend黑色的 重點的東西就是 看這個工業的牛仔外套啊 整個上身啊就是非常好看 不會很像有些衣服啊穿上去啊 那個cutting 很像撐不起來那個style的感覺 所以像這件咧 就不會就很好看 然後襪子咧 我就是跟剛剛那個襪子不一樣啊 剛剛那個是長襪 沒有五分褲你穿哦 就會寫你的腳短了 so你就不可以再選長襪了 你一定要選剛剛好 配到大概到腳踝以上一點 就是你的腳看起來就沒有這樣短 ok 是我的第二套 yeah can walk ok 所以第二套已經settle了 所以我們前兩套都是比較寬鬆 然後比較男人一點 所以第三套就是來一點小女人 所以oversize 也可以配搭出女人的感覺 這樣配搭 很簡單 就是現在我們只要把下半層 換成學生的擺摺裙 所以廢話的說馬上換給你們看 你們看得到的吧 所以修學運動方式不一定也只可以mess到 girl style也可以只需要你把下半身配搭成裙 然後你再把你的oversize折上來入點小搖 它整個感覺就會變成有一點女人的感覺了 其實這樣子的傳達就是來那種棒球style 然後就擺著裙子然後入腰 然後又有點拉高挖這樣子 ok 所以它整體感就是這樣子就比較俏皮可愛 然後又比較女人這樣子的東西 然後配上一個夜下包 ok 你的夜下包你這樣gap下去 然後整個就會很時尚感 然後你現在沒有事做的時候你這樣子站著 整個就很時尚 我要等人家來打算 哈哈哈 ok so 一樣 除了就是裙有換以外 然後衣服折上來就是 還有頭髮也是很重要 因為剛好就是有戴帽子啊 不然就放頭髮 這個像 因為它整個打扮就是 你可以抓你要的感覺去呈現 然後這個感覺我要這樣感覺 然後會比較冷豔一點 所以我就放一個比較扁的中間線的一個 麻尾這樣子 ok 所以然後這個杯超美 是我那時候新買的 DOMATO TIO S買的 我就給它買 超漂亮的這個 然後耳環呢 對耳環有帶點不一樣 像因為我要比較酷冷豔一點 所以耳環呢我就帶一個比較金式那種感覺 ok 其實這種金耳環 一般上也可以配搭在一些比較女人風格的配搭上 可是我就想串插一點時尚跟嘻哈的結合 所以這套我也是超喜歡的 好 開播時間 ok 所以現在我已經現在來到第三套了嘛 所以你們有沒有學到一點搭配的知識咧 如果你們喜歡我做這個content的話 之後你們都可以時常留意我的YouTube Channel 所以現在廢話少講 來到我們的第四套了 也是我們最後第二套 這套是比較女人了嗎 所以時候也是可以來一點帥氣 第四套我就配了這個 迷彩的battern的一個長褲 它是迷彩 可是你看它顏色就很特別 它就是有換顏色 因為一般迷彩就是 青啊巧克力灰啊 可是這個類就是灰白紅 所以現在我就馬上去換這一套 給你們看這套的帥氣感 但是它會很明顯就是非常的帥氣 可是它帥氣的又不會太過於man 因為有些喔 sweetwear會很man 像這個它有帥氣 可是有帶一點女生的褲 為什麼 因為你看這個褲 很明顯就很man style嘛 就是army style 可是因為我們就把它 這個衣服露上來 然後露一點小蠻謠 所以一般上有些女生 因為有些女生的性格會比較 沒有這樣ladies的嘛 所以就很適合這樣子的打扮 ok 所以這整個搭配 著重的重點呢 就是在這個褲咯 很明顯 如果你看到這個人 你一定是看到褲了 這個項鍊也是非常白搭 就是銀色項鍊 就是嘻哈項鍊 ok 然後一樣就是拿這個 超漂亮的夜下包 還有現在多一個 是這個鴨舌帽 黑色的 我每個搭配啊 最不可以切缺少的東西 一般就是手錶跟耳環還有項鍊 ok還有一個很特別的 在這看你們有看到這條嗎 啊 這條是不是很長 所以在你穿suit位裡面呢 有些時候我們褲子會太過滑跟鬆的時候 就要戴一個這樣子的腰帶 剩餘的這個不要收起來 就給它杆杆的吊在前面 可言可甜 知道嗎 ok 所以來到我們的最後一套了 所以同樣的 在我們Streetwear裡面 各種穿搭裡面 哪裡可以少了什麼 就是吊帶褲 我是拿一個這個Oversight T來配一個吊帶褲 然後其實這一件呢 也沒有到很HIPHOP 只是我就是會少搭配 讓你們看起來 它整個感覺就可以變成很HIPHOP 有一些就可能是長版 或者是短版 因為我買短版 也是因為馬來西亞太熱了 本來是穿那種長褲 所以這個呢 我覺得那個吊帶褲 不管是吊帶褲長或短 我覺得怎樣 黑都會很好看 當然也是要選對版型 我是覺得有一點帶一點寬鬆感的 覺得很好看 像你看我現在配Oversight T在裡面 它整個的那個休閒跟HIPHOP的感覺 就呈現出來 休閒的風格 一定不可以少帽子 所以像現在我就搭配了這個漁服帽 跟前面四套比的話 是完全沒有這樣子的感覺的 有點可愛 跳皮 又有點酷 帥都辦得到的一個風格 所以搭配就是這樣子 然後就是為什麼我會喜歡休閒運動風格 其實它非常適合我們日常穿搭 因為日常穿搭 你穿這個風格的話 你不管去哪裡都不會 好像不適合那個地方 然後而且重點是一個 穿衣服一定要舒服 所以你穿這種自在的風格 然後又好看又舒服 所以不要再一次一件Oversight T 然後你裡面穿一個那個短褲 然後你穿褲子 這樣就走不見的出去了 不要動一點腦筋 你想一下不同 這樣子也算舒服啊 可是就是比較有不同的感覺 OK 所以現在我們來的 最後一套的Cat Wall OK 所以今天的Oversight T 五種搭配就分享到這邊了 所以如果你們喜歡的話 一定要幫我按讚留言跟分享 如果你們喜歡我做這樣子的content的話 你們也可以在IG可能留言給我 或者在Youtube下面留言給我 我都會去看 OK 所以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了 那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一定要 訂閱喔 再次分享 還有不要忘記follow我的 Facebook IG TikTok 還有 小紅蘇 謝謝 掰掰